还有一个就是外伤 就你小时候的脚外伤了 骨构还没闭合 出现外伤到成年的时候 终于出现母外伤 还有一个就是风湿 像绿风湿性关节 还有强制性脊柱炎 包括风湿病 这都可以引起母外伤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工作因素引起 长期战力 战力以后 你长期的老丈子 足迹降弱以后 它可以引起母外伤 还有就是中风 这老年的一些中风 高血压中风后遗症 也可以引起母外伤 还有一个就是 没任何原因 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以后 增龄 就是睡就大了 也可以引起母外伤 特别是女性 我这个好几个病人 都是七十多岁 才出现母外伤 遗传 穿鞋 外伤 风湿 炎症 高血压 长期战力 以及衰老等 都是引起母外伤的重要因素 但是正像温老师所说的那样 母外伤在很多情况下 发病是比较隐蔽的 而且不同的阶段 又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 自己的母外伤 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同程度的母外伤 又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广告之后让温老师告诉你